公平店比較好 好 1.5 這個旅圈好好看 開始播了 哈囉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這台車經理剛剛要開直播的時候 還有一點困擾 因為昨天就介紹過一樣的車款 可是昨天的車款是奧迪A3 如果有看直播大家都知道 那這台的話是Skoda的ATAVIA ATA的話它的底盤 跟昨天的A3 跟GOV7的系列一律 都是MQB的系列 但這台車是才有的 那基本上它才有的底盤 跟那個RS的車系呢 都是一樣的 前方都是大仰角 但是經理更正一下 昨天的那一台A3的話 它的前面1.5升的引擎 是小仰角 所以如果昨天有看經理直播的話 經理有介紹口誤 前方的話是小仰角 那這台是才有啊 跟2.0的1.888的RS一樣 一律都是大仰角 後方的話都一律是多連桿 那這台車的車主呢 其實像是Spacer的部分 就跟經理之前 用GOV7代的原廠旅圈一樣 前方後方都有電Spacer 那電Spacer的用意啊 是讓它的視覺效果 視覺效果能夠更飽滿 這個是原廠旅圈 在這個地方 有電了一塊 這個應該大概15mm左右 那這台車 像我之前的話 前方是電10mm 後方是電15mm 它就能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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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鋁線的外圓 跟葉子板 它就會貼得滿齊的 但改了這個之後 因為它的 呃 中心輪骨地方 是母孔 所以這個螺絲 這個電出來了 那這個螺絲 原廠螺絲就不夠長了 所以這個螺絲 就要變成是家常的 所以這個 呃 的零件 也會因為 電Spacer的關係 規格不太一樣 這個要特別注意一下 而且這個之前的 呃 改裝電架也還蠻細心的 它一樣有分長短耶 前方 因為它電的厚度不用那麼厚 所以前方就用 比原廠長一點點的 這個 它電的比較厚 所以就比原廠長 更多一點點 所以它的螺絲長短不一樣 那另外有一點需要注意的就是 這個弧面啊 它有分兩種 一種是像球面式的 一種是60度的追角的 所以這個螺絲的選擇 也得要注意一下喔 好 介紹完 呃 不是避震器的部分 那我們就回歸正體 來介紹避震器的齁 這台車跟昨天的其實都一樣了齁 它的後方一樣是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那上座的部分 上座的部分需要沿用原廠 這個阻尼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棒 它的底盤 那個也有可能是經理個人喜好啦 反正我就是特別特別愛這個 VH的車系 這個阻尼的話其實原廠已經做得非常非常厲害了 好 那改今天改裝的一個版本 是KT的道路板 車主的話有想要把車高的部分的話降到最低 就大概輪胎跟葉子板切齊的幅度 所以改了KT之後 車高的部分可以調整 軟硬的話也能調整 那這台車可能是因為 呃 在Sigoda的Ata裡面 有一個小溫 那個也是經理好朋友 他有幫我們推薦了很多Ata的車友 其中我光這個安裝器壓的避震器 在DAIA的達特我應該裝了四五台以上一定有 那很多的車友都會主動幫我們推薦 那之前那一個介紹的 是氣壓式的避震器 那今天的話安裝的是道路板的 這個就是大洋角囉 這個就是大洋角 那前方的上座的話 它的設計的話是做母孔的 所以KT的話會附螺絲跟螺帽 好這個是前面的部分 哇後面的話介紹就好像是repeat 昨天的介紹咧 那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看一下介紹一下不一樣的 怎樣 我可以這樣不錯 我可以看有沒有人問問題 這麼早 哈囉哈囉 小馬早安小馬早安 我現在才看到留言 這一台的彈簧配置啊 因為是柴油的 或者是EA888的2.0的引擎 我們配置的就是前方就是8.5公斤 如果是CC數比較小的 就動力比較小的 引擎比較輕的 就有可能會配置7公斤 那後方的話一律就都是6公斤 如果要比較近距的設定 我們還有一條後方啦 還有一條是7.7公斤的 好那後方的話 車主本來就已經有改裝了 這裡有藍色的 不曉得拍不拍得出來 這個是Harris的防晴桿 這有防晴桿 介紹要跟昨天一樣 好吧 那這個上方這裡有一個阻尼 這裡上座的話要沿用 那這個阻尼調整的話 這個是調整後方的軟硬度的 然後筒身的長短 我們把這個筒身啊 它其實是可以調整 把這個齒輪狀托盤懸鬆之後 它就能調整長短 調整好之後一定要鎖醒 那調整的長短 它沒有辦法改變側高 這個後方筒身的長或者是短 都沒有辦法改變側高 這個的長短是在取決於 後彈簧的預載時 所以這個長短的話 是不能壓縮過多啦 不能調的太短 所以主要調整車高的部分 是靠彈簧上方 這個調整機構 所以我們把調整機構說的蠻短的 因為車主想要的車高 是蠻低的 基本上會裝好之後 然後大概再做一下微調 再來最後的步驟才是做定位 這裡的局部啊 其實就是跟Golf的期待 甚至連這個變速箱的話 也都是六速的DQ250 六速濕式的 那如果是1.6的才有的話 就可能是配DQ200 七速乾式的 那穩定度的話 還是濕式的穩定度比較高 DSG變速箱的話 還是選擇濕式的會比較好一些些 這個是前方是配8.5公斤 那離載串的固定 這個是重點的 像KT後來 有把這個離載串的固定厚度 有把它加厚到8mm 因為我們曾經發生過一個狀況 那是福斯Tigran的車主 它改的是非常粗的那個防晴桿 那有把這個離載串的固定耳朵 把它拉扯到撕裂 那這個狀況在KT很少見到 我們只有發生過一到兩例 可是在其他品牌的進口避震器 常常發生 但它的強度不是有問題 是因為改裝了這個比較粗的防晴桿之後 造成它拉扯的力道 我們這個改裝的它的耳朵承受不了 那原廠也會撕裂 所以KT的厚度 最後來有再把它加厚 那後來的話 如果改裝較粗的防晴桿 也沒有發生過任何的狀況 那這個是我們後來大概去年吧 有做改版 有在做更新 有在做改版 那如果像這個原廠防晴桿 像清體之前自己的車子 到立保賽車場做激烈操控 跑山路也好 非常激烈 也都沒有遇到任何的狀況 但如果有改防晴桿的話 就有那樣的疑慮了 那上方的話 我爬上去好了 這個一樣 它的調整機構 一樣是藏在這裡面的 我們把這個掀開之後 就可以看得到 這裡有一個旋鈕 這個旋鈕就是在調整前方的軟硬度的 那這顆引擎 TDI 就是 柴油引擎 VH的柴油引擎 加上這個變速箱 它的整體節能效果 還有動力的一個損耗非常低 所以這個也是經理大推的車款 那這台車 經理做一下簡單介紹而已 如果啦 如果車友們有想要試乘 甚至這個底盤的車子 我們也都有辦法 找到氣壓 安裝氣壓的實裝車 可以給各位來做試乘 所以如果想要試乘 有任何問題 經理你們剛剛沒有介紹到的 都可以實訊我們小編 OK 有人留言喔 有人留言喔 好 沒有啦 沒有啦 沒有 OK OK 好 那以上是今天阿塔的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拜拜